中信兄弟金宇 陶元交手 两队前六局呈现拉锯 战成2比2拼手 直到第七局 陶元靠着朱玉贤适时的二类安打天下制胜分 中场以3比2险胜中信 拿下二连胜 此一首局 陶元就靠着担任开路先锋的王伯荣 一发杨春炮先持得点 也是他的神涯首支首局首打席拳雷打 他赛后回应就是跟平常一样 就是担任第一棒才有机会完成这种拳雷打 但来到第三局 中信也趁着陶元守备失误 加上内野安打攻占的点圈 随后再利用野守选择马上追回一分 第六局又利用陈子红与王伯荣串聚联安打 攻下一分打破平手将局 不过随即在下半局 陶元朱玉贤就敲出二类安打 又利用抱头站上三类 紧接着郭炎文集出高飞牺升打 马上再把比数扳平 第七局 陶元继续展开攻势 朱玉行把握的点圈机会 在集出左外野的二类安打 为球队打下只胜分 中场陶元以3比2险胜中信 拿下二连胜 朱玉行单场三打数二安打 两只都是二类安打 率球队夺下胜利 他指出 中近阳陶罗曼在面对自己时 时常使用变化球 所以自己就是针对变化球作攻击 但第七局 在一好三坏后 则是选择锁定诉求 收到不错的效果 中时电子爆 中时电子爆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